各位朋友,大家好 接著上一個視頻繼續說 品嘗完雍元的美食後 接著本地的朋友帶我們來採摘兆關雍元正宗的三華里 雍元的三華里又被稱之為嶺藍的夏令果王 它的成熟期非常短暫 只是在每年六月份 本來六月初想過來 本地的朋友說還未成熟 所以我們過來的時候就是六月中旬 三華里的採摘一直持續到六月底 我們現在來到兆關雍元三華里的最正宗產地 三華 一到達目的地,我們就見到整地成熟了的三華里 究竟正宗的雍元三華里 和其他地方普通的梨又有什麼不同呢? 三華里的果特別的大 皮一般都是青色的,肉口 吃入口是無渣的,核也比較細 口感特別清甜爽脆 仔細品上還有獨特的物味 這些有蟲,不要吃了 這些是青色的 這些是包得很漂亮的 即食就不要緊 好好的 好吃 你看看,你看看 你看看 水也很涼很涼 很涼的 一到夏天涼涼涼的水 在城市裡絕對沒有這樣的生態環境 洗三華里用的水都是山泉水 我們來的時候就是最適合的時候 成熟了的三華里入口真是好甜很好吃 今天我們要實現三華里自由 拿著桶和摘梨的工具,我們就要去摘三華里了 現在所看到的這一片,全都是三華里的種植林 眾所周知,今年廣州的天氣真是一言難盡 從四月中旬打後開始到現在的六月中旬 雨一直都幾乎沒有停過 雨水過大,對果龍的影響也是非常大 有不少果龍都要看天吃飯 尤其是下了一場大雨之後,馬上出太陽曬的話 很多的三華里都會即時爆 爆了之後的三華里,果龍就賣不上架了 就會損失慘重 這個就是家餐齊全,專業的 家餐齊全 家餐齊全 越高的有太陽曬的才會越甜 這個可以夾,這個可以剝 這個可以剝 這樣 這樣 很大一個,那個窩很大 那是那個窩 很大一窩 去哪一窩 朋友說他試了更多的果園 這個果園就是他每年都會來光顧的果園 越高越漂亮 上地看 所以我就盡量夾高的成熟了的三華里 本地的朋友說 在月頂的接觸陽光越多的三華里 就會越漂亮,吃起來越甜 所以我就盡量夾高的成熟了的三華里 三華里的採摘一定要這樣一粒一粒來摘 可能有不少人都說不如直接買中方便 但是採摘的這個過程真的令到人相當開心 自己親自參與摘的三華里 味道特別不同 嘩,那些摘十斤也很難 對,一個個看就很久了 人工很貴 很貴 現在收你五十百一斤也沒有 以你們的身價來的三五十元 很貴 很貴 這些老闆的工價都很貴 糟了,這樣一個個摘很久了 自己摘的特別甜 我真的沒有其他朋友那麼好心機 摘了幾個之後 就已經看到眼都花光了 接著我就開始摘一個吃一個 上面這些白色的霜 不要弄掉它 這樣就可以保存時間長一點 現摘現吃 超級甜 我從來都沒試過 吃這麼多三華里 我起初都以為酸的不好吃 很好吃 一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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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這些霜 不要洗掉它 有它這些可以保存時間長一點 很甜 有這麼甜的三華里 很棒 嘗試過很多果圓 嘗試過很多果圓 這裏最甜 嘗試過很多果圓 這裏最甜 這個月朵的果圓 每天的工資都有兩三百元一天 本地的朋友介紹說 到六月底的時候 還有一種小物理 細細粒粒更加的甜 很甜 這些小物理還很好吃 對呀 越低越多 嘗試過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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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六月底 嘗試過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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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小物理還好甜 像蜜糖一樣 看來六月底 還要餵小物理和鷹嘴土 再來一次雍元 甜到餓 很熟 那些精神 好棒 你看看 哎呀 不過它沒有那麼手 軟軟 對呀 我摘這個 看看幫不幫忙摘些什麼 有一個小紅紅 摘回去天天吃就很漂亮 隔一晚就會熟 對呀 對呀 今天在果園 不管是否乾淨 剛剛摘下來的果在身上抹一抹 就這樣吃 今天真是過足三華里的人 在採摘的過程當中 我就問本地的朋友 為什麼不見其他的遊客過來採摘呢 本地的朋友和果龍就告訴我們 如果不是有雙熟的朋友帶過來的話 他們一般是不讓客人進來採摘的 我就問為什麼 他們就說以前試過讓客人過來採摘 有不少人背著背包 採摘的時候又不可以一個人釘一個人 只能靠自覺 他們就說很多人都裝滿了背包 雖然這些就不是代表全部遊客的素質 但是偶然遇到這些素質的遊客 都令果龍損失慘重 越高的果越漂亮 朋友為了摘好果爬了上樹 我在這裏坐等其成 我在這裏坐等其成 哈哈哈哈 我沒吃過這麼好吃的三華里 真的好吃 這個 年輕日就要這樣 爬得越高 炸得越漂亮 嗯 它真的有一股天然的蜜糖味 老闆 有些蜜味 所以現在如果再炸一個禮拜 蜜糖味 現在蜜糖味 很甜 現在都已經很甜了 所以我們我們 我們 快點找人摘 250斤 250斤 250斤不是那麼容易摘 你們 你們是不是等著就要 專業的事情 都是要等專業的人去做 我玩了這麼久 就是摘了這麼多 自在參與 享受過程 玩這麼久才摘這麼少 真的 三華里的果龍辛苦了一年 而每年的六月份 就是它們修成的月份 希望不要再下這麼多魚 出幾天太陽 讓果龍可以有好修成 你們看一下 現在看到的這一片 就是鷹嘴土的果園 這些鷹嘴土下個月初就可以成熟 看來六月底或七月初 一定要再過來雍圓一次 摘蜜梨和鷹嘴土 接著我們就要大採購 要帶一些正宗的三華里 給廣州的親朋好友 三華里很重秤 一粒三華里 你不要看它不是很大粒 但是裡面就很足夠水分 雖然是專業的人 做專業的事 我們真是玩玩玩 這個桶底 嘩 阿姨 真厲害 阿姨摘的果 比我們摘的果更漂亮 她摘的全是樹上已經成熟的果 我們每個人都滿在而歸 其實廣東的雍圓 最出名的除了有 藍花、三華里和客家菜之外 還有很多旅遊景點值得推薦 等六月底我再來的時候 我都會多兩天 和大家詳細介紹廣東的雍圓 這次的視頻分享 在三華里成熟的六月份 過來小關雍圓三華澤三華里 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我喜歡分享我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如果喜歡我的視頻 記得關注我 多謝你們的支持 好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